茶叶你根本不用去买太贵的 茶叶它就是我们日常喝的 非常廉价的一种饮品而已 而且非常贵的茶叶 它不一定是非常好的 它只是稀缺而已 为了满足一些人的这个身份地位的一些象征 或者说是为了满足一些人 送礼办事的一些需要而已 很多啊 它不一定说是真的非常好喝 就像我这位粉丝朋友 在我视频下面的这条评论 他说茶叶只要超过了800块钱 就根本不值得购买 800块钱以内的茶叶 已经是茶叶成本的极限了 再多的话 它就是茶叶的溢价 你不要说什么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的 它都是炒作而已 物以稀为贵 并不是物以好为贵 好的啊 不一定贵 适口为真 正常人啊 你选一个小众的茶叶 有些时候也有很大的惊喜 比如他喝的这个老树 十年的这个sample 他就觉得啊 味香耐泡层次感强啊 带有这个淡淡的蜜香 茶条清晰漂亮啊 而且他一直坚持好茶 不过百 一百亿斤 尽重一斤啊 高等茶也是一样的 这个口粮茶 给你这个低消费 高体验 其实我非常赞同 这位朋友里面的一个观点 叫做这个物以稀为贵 不是物以好为贵啊 也就是有些非常贵的茶叶啊 他有些他真的除了这个 他的这个品颖价值之外 其实给他加了这个非常多的一些 这个附加价值啊 比如说是虚切性啊 比如说是这个社交属性啊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送礼办事的 这个需要 还有一些是这个金融属性 所以说是很多时候啊 比较贵的茶叶 他的口感滋味不一定好得到哪里去啊 所以大家在买茶的时候啊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啊 根据自己的口感需要 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做这个选择 没必要去买太贵的 但是一定要买适合自己的茶叶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的话就到这里 视频的最后给大家送个福利 2022年到2024年 我做了一部分野生茶 品质的话非常不错 除了预定出去的部分啊 我基本就没怎么卖过 因为量的话也比较少 我也不打算卖了 我打算啊 用来送给我的粉丝朋友 那么这些茶的话 我请住了大量的心血 无论是从他的这个生态环境 还是从他的树林 还是从他的这个加工工艺来看啊 还是从这个平饮的口感方面 其实啊 我都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我不敢说啊 这些茶它是最好喝的 但一定是我最喜欢的 正所谓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给我的粉丝送的东西啊 一定是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那么这些野生茶要怎么送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在我这里下蛋 我不管你下十块还是下八块啊 我都会送给大家一份 如果说是你们也对这个野生茶感兴趣 那么一定要撕我